055其實它最強調的是說 它有這樣叫做 真通導抗一體化尾桿 也就是它把以前在尾桿上面 非常複雜的這些裝備全部裝進來 裝進來其實它需要解決一個問題 不是 那我想問個問題 反正你意思就是說 055其實很高科技 把整合所有功能 什麼數據鏈 直升機雷達 天線 全部都在尾桿這邊 那我直接打尾桿它不就剉賽 對 但是一般來講 我就一鍋踹了 對 但是一般來講 公團飛彈不會打這麼高 打這邊打 天海這邊 都打這個高度 那它這個其實是一個 為什麼要說它是黑科技 我們大家都有去KTV唱歌 你唱歌的時候 麥克風位置不對 是不是會聽到咖咖聲音 對 這是雜訊干擾 電池融合技術就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每個從數據鏈到所謂的 我懂了 我懂 每一個的通訊協定都不見得一樣 對 那它要去把它整合起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不是每個國家 要趕快畢業 加油 逼不了業 好 那我們如果說來看 其實大家講055 有兩個地方都沒有講 這兩個地方才是真正的黑科技 也就是它在劍橋的下方 這個紅框框 這個裡面它其實是一個array 那它就是它是一個陣列 沒有人仔細談過這個問題 這什麼東西 都馬上要講 那這後面還有一個array 也沒有人講這是什麼 講前面這個是什麼英雄好玩 這個052D也有這個東西 對不對 346的facearray 那這到底這個是什麼 我們今天先講這個 因為我怕別的來賓打我 所以我把時間都講掉 那前面的這一個 其實它是什麼 它其實是高功率的微波 什麼是高功率微波 我們現在在這邊可以看到 它所有的所謂叫做ESM的裝備 也就是我可以接受 這個工船飛彈來可能的訊號 或者是別人的雷達訊號 那我要怎麼反制 那我反制它的這一個 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雷達的孔徑 那雷達的孔徑 那這個做這麼大幹嘛 這個其實它就是一個 電磁干擾的一個方式 怎麼電磁干擾 它用非常強的功率 其實就是電磁脈衝 它用非常強的微波 去打擊這個工船 來襲的工船飛彈 然後讓它裡面造成短路 短路之後呢 那個飛彈就直接 最海 最海 就沒有辦法再發揮它的戰力 所以我們在這上面 為什麼都看不到 那個ECM 或者說電子攻擊的裝備 其實它的攻擊的裝備在這邊 而且這也剛好是對應到 反艦飛彈最有可能打的 船艦的中間的下面 它直接這樣對應到這邊 那如果說我們繼續看下面這個 你說小舰長你不要亂講 對不起 你們的paper我是有在study的 我們來看這個 強極光與粒子數 這是1996年 就是解放軍很早就在研究這個 高功率微波 其實它那個時候在研究 然後2010年 甚至國防科技大學 它還有這麼樣一個碩士論文 我這不是只有一張 只是因為我每張講 我們又不是在上碩士班的課程 對不對 意思就是解放軍 它在很早以前 它就進行了如此的研究 但是小粉紅不要高興得太早 怎麼說 我們來看下面這一張 美軍有沒有這個技術 開玩笑 我們剛剛講了四個字 偷拐搶騙 對不對 美軍在更早之前 它其實就有這個技術 但是我們這樣看 美國海軍 你會看到原來這個構型 應該就是方針進波武器系統 可是這邊為什麼換成了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一樣高功率微波 但是為什麼它只有做這麼小 而且它未來 這看起來就是 它要取代方針進波系統 那為什麼它只有這麼小 因為電力 因為伯克級驅逐件 它當初的設計 並沒有這麼大的耗電量 那所以說 它做這個 它只能做出這麼大的陣列 如果它做的像055 這麼大的陣列的話 事實上來講 它的電力是不夠的 所以它的陣列比較小 但是如果是在陸地上面 未必是如此 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是他們真正的想像 那這個不是飛碟 這個是LINK-16 那告訴 這是LINK-16 這是LINK-16的概念 OK OK 就是說它可以透過這樣 我想說我來到關鍵時刻 教練所有的武器 那我們這個不是從外太空 講到內子空的節目 那我們這裡看到的都是 所謂的無人機 但是這裡 我特別幫大家看 大家框出來這紅框 這是什麼 這個是愛國者防空飛彈的雷達 那為什麼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是美國不想讓我們知道 原來 原來這個高功率微波 它也有反彈道飛彈的能力 只是它把這個圖截掉了 讓我們大家看不到這一段 所以我們這樣講 美國它才是真正這個技術 這個科技術的源頭 那它才有真正掌握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 美軍目前沒有使用 但是未來 不要忘了 他們有朱瓦特 萬噸驅逐艦 055 一萬兩千噸 朱瓦特 一萬四千噸 那它為什麼這麼大 一萬四千噸比莫斯科號還大 為什麼我們這樣子看 055它好像沒有什麼 其他不一樣的裝備 可是它船會要做這麼大 因為電力的需求 那同樣的 我們看朱瓦特號 它為什麼這麼大 我們好像也沒看到 它有什麼非常不一樣的裝備 第一個 未來 他們要把幾音速飛彈放上去 也就是跟055很像 但是它的射程會變得更大 就是它的射程會變得更遠 第二個 也就是我們講到的這種高功率微波 它會裝上去 它裝上去的時候 就絕對不是像055下面 那麼一個小小的陣列 對